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今天和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專説一説韋達十三少的法財寶 韋達之前一來香港的時候 已經封了他做我偶像 做騎士的時候 騎馬有一個特色 就是將那些馬 贏的距離永遠縮到最短 加分加到最少 馬羈連接的機會 就會比較最大 所以韋達在外輪 即是騎外輪那些馬 經常在那條邊 找一個 眼睛在那裡 又不打下去,又贏少少 這些騎工 真的令人大開眼界 不用說邊邊打下去 今季 就升做煉馬師 自然憑十三少的個人魅力 以及馬場的人事關係 當然 有很多人的支持 今季一出發財寶 由何良馬房 轉到他那裡 配沈拿大師傅 用無敵姿態贏馬 已經是 拿到一個成功 但是下一場 他又報千四 小弟的分析覺得很奇怪 因為同場那天 發財寶是有千二的路程 不報的 報了一場千四 那天跟漁王一齊出 漁王跑千二 誰知另外一組 還有一組千二 發財寶又不報那組千二 當然是有些馬 和他鬥燒 但今天有一隻三班 下來四班的快馬 上季的三班 放到很快回來 最最後五十七十米才斷 但是那場馬就沒有放 發財寶終於有一個 pace 昨天正正常常 正正路路 走到千二報一場 由沈拿換上陳家� 一出閘的時候 就慢了一點 但是呢 就在合衝共濟後面 因為合衝共濟後面 因為合衝共濟後面 放了二班的時間出來 發財寶跟著他 就在直路 反而過了合衝共濟 終於都贏了馬 三戰來講 拿到兩冠一季 所以這隻發財寶 可以證明到十三小一樣東西 由我季初對發財偉達 這個連馬斯的馬 去做了一些資料的搜集 無論是成勝追擊 發財寶 超能量 一堆馬都是 他跑得好的馬 很多時候都是keep到狀態 而又做回他最基本的功夫出來 很少走樣的 好像成你所願 一場棒快了之後 下場縮小小來跑 就要贏馬得手 所以偉達 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可以令人信賴的練馬斯 發財寶今次做到 1分08秒46的時間 打破了之前 就由他做自己 1分08秒81的舊班制紀錄 進步就覆到驚人 單輪和組合獨贏分別派46元和23元 這隻馬 就同場有隻發財複星出現了 小弟都拍了一條片 就說突然看到 咦為何有兩隻發財 然後同一用三 但是昨天 精彩的事就發生了 發財寶那場發財複星 不知道是何良馬房 突然間 林開跑之前 那十分鐘左右 一早就落了飛 不是落發財寶那裡 落了發財複星那裡 穿了六格仔 好像是 不知道是六十倍 還是七十倍 突然間打到四十倍 真是不知道 是甚麼儀形換影的手法 總之幕後不知為何 總之就是 有隻發財複星 就落了駐飛下去 發財寶就順利贏馬 發財複星就沒有表現了 那這條片 就想和大家想一想 其實偉達今季交出來的馬 好像成勝追擊 成理所願 超能量 發財寶 很多很多 暫時來說 他仍然保持到水準 你說有些馬不行 就沒辦法 如果可以的 他仍然是好開 都是好的 對我們馬迷來說 這真的有個利用價值 你覺得那隻馬好 他交到這樣的表現給你 而你又可以去順利 那個練馬師 繼續去保持到那場馬 那隻馬的狀態 水準 以及他自己的鬥志 也好 那我們去拿膽 甚至乎你不要說拿膽 或者你又最漂亮的一隻 一隻膽 那你去拖腳的時候 或者是拿膽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個把握性 好過一些忽龍忽蟲的練馬師 今天就跑得出水準 下場就跑拉尾 那大佬 那馬會的頭駐額 那些人怎麼會有信心 大大駐買下去 是不是這樣說 今天就跑第三 第二 明天就跑過第十一回來的 有時候就 就算是同班同程 都跑到一場放頭 一場留後的 那偉達暫時十三少 就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暫時來說 偉達也是一個 信德國的練馬師